今天我们来学习这款非常好看的四叶草小挂架 它是比较有立体感的小挂架 四叶草也曾幸运草 赶紧给周围的朋友做一个吧 挂在钥匙口上包包上都十分好看 这个大小我是用的苏苏姐家的四股为眠 25号色一起跟着我学起来吧 我们先取出线 绕在小拇指上或者加入绕在十字上面 然后再绕在中指上面 我们绕两圈 勾针穿针进去 再线过来绕线 脱掉小的线圈 我们用环形起针 需要缓起八个短针 勾针穿针进去 直接带线过来 两个线圈绕线脱掉 这就是一个短针 我们需要在第一个短针上面挂上记号扣 穿针进去 带线过来绕线脱掉 总共是缓起八个 大家自己勾完 八个短针勾好了之后 先拉长线圈 然后找到短的线头 拉紧一下 看这两个线哪根线动 这根线如果动的话 我们直接扯这根线 直接先把这个口收紧 收紧了之后 再找到这个短的 然后再拉紧 这样就收好口了 接着我们往下进行勾针 我们在勾的时候 直接找到这个做记号扣的位置 可以先把记号扣取下来 也可以不用 直接穿透这个记号扣的位置 做一下引拔 带线过来 然后再带过下一个线圈拉紧 引拔一下 接着我们勾针五个锁针 勾针让线穿过小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锁针 二三四五 五个锁针勾好 接着我们在礼珊的位置进行编织 大家先认识一下礼珊的位置 像是正对着我们的一个小V字 就是一个针目 我们反过来 小V字反过来 这一条条凸起的地方 就是一个个礼珊的位置 这个地方就是礼珊的位置 所以我们在第一个礼珊的位置 直接穿针进去 挑起来凸起的地方 穿针进去 直接带线过来 这是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我们总共是勾五个 下一个礼珊还是 挑起来 带线过来 两个未完成的短针 下一个 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 接着第五个 带线过来 五个未完成的短针勾好了之后 取下记号扣 我们在记号扣的位置入针 直接穿针进去 再勾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直接带线过来 现在勾针上是七个线圈 我们两两推线 勾针绕线 退掉两个 绕线 退掉两个 绕线 退掉两个 就是绕线 退掉两个 总共是退六次 接着我们再勾一个锁针 然后我们还是在礼珊的位置 勾六个未完成的短针 第一个 礼珊的位置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六个未完成的短针 然后还是刚才入针的同一针目 再入针 勾一个未完成的短针 现在勾针上是八个线圈 我们还是两两退掉线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总共是退七次 接着我们在第二个礼珊的位置开始勾针 这是第一个 在第二个礼珊的位置 勾未完成到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未完成的短针 还是在刚才的同一针目入针 直接带线过来 现在勾针上是七个线圈两两退掉 总共是退六次 接着我们从第一个礼珊开始入针 勾引拔针 第一个礼珊带线过来 然后直接带过下一个线圈 这是一个引拔 然后再下一个礼珊入针 还是做一下引拔 带线过来 再带过下一个线圈 引拔一下 现在这个上面还有三个礼珊的位置 然后我们勾两个锁针 一个 两个 接着我们从锁针的礼珊位置开始 第一个礼珊 一个 未完成到短针 两个 然后再从主体上这三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个未完成到短针 然后我们在主体帧目的下一个帧目 刚才都是在同一个帧目 第一个帧目 接着我们在下一个帧目 第二个帧目 带线过来 现在勾针上是七个线圈两两退线 总共是退六次 推线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锁一针